哈喽,去了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Rubox背包旅行 这一次呆呆呢,将会租一辆大巴车,外出野营 这里是整个地图,我们到一个地方去野营,这样就能愉快的过上一天了 不过现在外面已经天黑了,所以呢不适合去野营 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就开着大巴车出去吧 好的,现在天终于是亮了,走,我们现在租一辆大巴车 大巴车已经有了 开着我们的大巴车到哪去野营呢 哇塞,这个河边这么多 走吧走吧,我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里人多,比较吵 咦,这里是一个好地方 来来来,我们在这里野营吧 好的,那我们打算就在这里野营吧 没有人 首先拿出我的帐篷 我的帐篷 桌子 椅子 帐篷放在这里 然后再放一个桌子 然后再放一个桌子 好的,放在这里 然后再放一个凳子 放在这里 OK 然后我们再拿一点东西 勾火 勾火 我的自盘 洗手盆 洗手盆吧 勾火 放在这里 然后我的牌子 放在帐篷的旁边 这里还有一个洗手匙 放在后面 再把我的桌子拿过来 桌子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凳子 有两个凳子 嗯 放在这边吧 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好像是信号接收器 那我们先放在这里 哇 太漂亮了 我们野营就已经做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装备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愉快的 过上一天了 就是没有其他的小伙伴 要是有其他的小伙伴来我这里 那就非常好了 嗯 我们看看背包里面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钓鱼竿 哇 防熊剂 还有皮花艇 还有飞翼 不过这是平原 好像飞翼的话不太行 周边也没有水 皮花艇也划不了 钓鱼也钓不了 哦 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选在小河边 原来他们可以钓鱼 还可以划皮花艇 嗯 算了算了 反正我这个地方也挺不错的 来 坐在这个上面 嘿嘿 你还别说 夏日的风吹着可真舒服呀